原来现在蚂蚁那件事爆出来, 裡面还有很多官员, 很多已经不再是官员, 但已经成为了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, 他们现在牢骚满腹, 觉得现在中央的政策, 你完全都是想着政权稳定, 你所讲的市场稳定其实是一个包装, 如果不是,你搞定了, 你觉得还有问题的规定, 那你就可以蚂蚁尽快上市了, 为什麽要半年呢? 与此同时,我马上举另一个例子是互相配合的, 大家看中国问题,最要紧要掌握到动态, 这一个是怎样呢? 就是蚂蚁被喝停那时候, 同一时期,可能前一日后一日, 大陆又出了一个条例, 那个条例,我用它的名字叫做网络小额贷款的管理办法, 为什麽呢?迟不出早不出,就是这个时候出, 而这个裡面的条例最关键就是, 如果那些贷款公司,尤其是中小型的, 因为你大银行,你不肯借钱给中小型企业, 中小型企业只能够向这些小规模的, 属于民间的贷款公司, 这个又存在的,是吧? 现在的规定就是,这些公司第一, 你要搞清楚你的债仔的背景先, 即是它有没有能力还等等的, 第一个,责任先加重了, 好了,你说没有问题了,做生意都是稳妥, 第二个,是规定你借钱给这些债仔的时候, 不可以超过30万, 你不超过30万,30万你开又多又不多, 为什麽会有这个限制呢? 大家都没有解释的,第三点是什麽呢? 就是要规定债仔不可以将这些钱拿来炒股, 以及放一放房地产, 条例裡面是这样的,讲到明了, 你说的用意是怎样呢? 很明显的用意就是不想你借这些钱, 然后拿来去炒股, 即是在香港来说是炒孖战, 因为有些人就说明知赚的我没有钱我就借, 借完之后赚到钱便还, 即是债来换利,利接着就盖债而已, 如果顺畅的中间便赚,炒孖战就是这样, 但如果爆破了,个个都吐血的,是吧? 所以现在限制它不准炒楼、不准炒股, 好了,迹象那麽明显,那麽容易那麽明显, 但是大家想想,是否可行, 我一想都不用请教一些专家, 我平时采访和以前跟他这些经济活动, 一看就知道不可行,为什麽呢? 你说我借钱我不超过30万, 我借299,999,行不行? 好了,我借了之后,我告诉你, 我救命,我现在大病前身, 我快死了,我拿来医病的, 或者我现在子女要读书等等, 你这些全部可以在法律纳走出来, 然后钱落了自己袋的时候, 怎用你怎知呢?是吧? 你如果说逐个逐个追,哪有那麽多? 你的人力成本已经不会做到, 跟着那些小贷款公司, 它关键是你有钱还, 它签好你都不是拿去炒股, 它便全部法律制限走了,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些懂得经济的那些金融官员, 觉得你现在的政策傻的, 你再出那麽多条例是没有用的, 跟着有些人涌起来, 开始觉得你现在政策不够, 你猜会不会还有其他官员, 或者下台的站出来讲话呢? 不知,大家记得观察。 好了,跟着就是说, 大家再看这件事的时候, 还有这件事就是马云的蚂蚁来不了香港上市, 但是又与此同时, 其他国内的大财团, 比如英国林就走来香港上市。 举些例子,自折跳动, 自折跳动才在美国, 刚刚又差点撞到未曾损手烂脚, 但是已经是很多麻烦的东西了。 好了,TikTok现在又在那边被美国制住, 跟着他们说,走来香港上市了, TikTok在国内这个部份的抖音, 他现在想着来香港了, 还有可能是亚太总部现在有消息搬来香港了, 跟着还有国内有些媒体、网络的, 现在传出来有一些,我们免得讲名了, 因为免得影响了市场,跟它造势等等。 但是如果大家留意的, 你就会發觉有些什麽什麽新闻, 什麽什麽什麽,今天什麽什麽, 有些现在香港有些台出现了是食物名来的, 或者有些公司食物名来的, 这些就已经想着来香港上市了, 刚刚才喝着,喂,蚂蚁你不行, 其他那些,你说正常业务的就是来上市集资, 如果从官方担心那个,又怕你会不会呢, 是移形换影走资, 这裡就形成一个矛盾了。 与此同时,亦都是做另外一件事, 就是用国内的一个钱来香港, 运用香港的剩余价值, 所以剩余价值是什麽呢? 剩余价值就是说香港烂船有三斤厅, 走来现在集资, 有些外国都走来香港炒的, 所以从这裡来讲, 就托回香港整体的经济形势, 包括香港现在的楼市,其实大家都在害怕的, 会不会下跌,会不会暴跌。 所以现在香港已经出现一些房地产的新东西, 有时这裡你都可以看到与国内的经济关係, 最新的就是香港有些豪宅, 尤其是半山区那些, 是出现了一些先住后买, 什麽是先住后买? 那个交收给钱,那个年期可以分到三年裡面完成。 咦?那麽厉害? 大家过去都知道了,香港买楼最多你要交多少成, 跟着银行是贷款,然后还, 最低限,你最低限的交易期不会那麽长, 你还款期长而已。是吧? 现在讲到明了,你交易那个都有三年期, 裡面还有很多条款,我不知道了, 大家有兴趣呢?你又有钱买的, 你去找些条款来看看, 裡面一定有很多便利的买家。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,其实预视着香港的楼价, 包括高价楼、豪宅都在下跌。是吧? 所以,这裡就涉及到, 如果你在大陆本身创新又不行, 又出现了王其煞以前的文章裡面讲, 你如果说只是监管的投机, 而同时将那个投资、那个创新你都监管了, 整死它的话, 即是好像你拿着一盆水, 跟着泼出去的时候, 原来那盆水是个BB在冲凉的, 你将个BB泼走。 王其煞那时候的文章就是这样, 所以被人认为支持马云, 现在如果你去整马云或者整蚂蚁的时候来讲, 你就将这些拿出来, 其实是否中国封建王朝那种的斗争方法, 到最后你讲多少创新都没有用了。 从这裡又再讲应那个经济数字, 这个是跟整体香港与国内有关的。 我刚才讲到香港其实楼市,尤其是豪宅, 是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是物不可分的。 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香港有些地方, 我不影响过楼市, 但是大家知道了, 有些地方新区来的, 叮咛大厦就起了, 那些有些是600尺都叫豪宅, 为什麽?因为装修漂亮。 原来那时候大陆很多的贪官要走钱, 走钱来到香港, 它零碎买这些就最好, 因为总体的数额不会是几十亿那些, 那些可能几千万, 这些就是蚂蚁搬家。 所以香港有些财团当时知道, 你看到那些豪宅很小而已, 2000尺以前2000尺叫豪宅, 那时候600尺装得很漂亮, 那些叫豪宅了。 所以那些钱果然它们起好了之后, 国内的钱来了, 后来国内有一批官员, 尤其是政法系统的, 先后出事,后来大家觉得为什麽这麽吻合呢? 原来香港的经济与国内的官场都有联系的, 到现在香港楼价下跌了, 跟着有一批人来到, 问题是谁是最后接手了, 如果到最后接手那些爆破, 或者倒塌得紧要的, 这些就看看你自己是否聪明了。 从这裡再看看, 现在中国要维系住一个那麽大的门面, 你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外面的资金, 又进回来了。 好了,我们不妨转移到上海了。 上海是什麽? 进博会嘛。 进博会这次习近平是用事象去出席的, 不过他在裡面讲了, 中国有望于未来10年裡面, 会买22万亿的外国货。 哇,你看这个很豪爽。 你想想,22万亿10年, 即是一年要买2万2千亿美金的货, 你再计每个月, 最少要买1800亿至2000亿。 而在过去一段时候, 已经平均每年是增加了2万亿美金的进口货了。 你看看以后中国不是好跌? 但是,大家要留意着, 中国的东西很怪的, 你要看得很细致。 习近平是讲有望于未来10年, 进口22万亿, 有望于这三个字,可圈可点了吧? 即是说,我现在讲是我的计划, 到时实不实行这样呢? 还要看中国经济。 但是这样讲是否吸引了外面的眼球, 然后就说中国现在都继续开放改革的。 他还讲, 会在现在的市场准入裡面去扩大, 然后压缩一些禁区, 接着吸引来。 董行的人都知道这种讲法, 就是要吸引外资入了中国, 然后填补中国自己的资金。 因为与此同时, 第二产业工业那些外资, 其实是在走着, 最新的就是美国一间大厂走了, 5千中国工人马上失业, 官方就说不用担心, 我会给高赔偿你的, 我会吸纳你们的。 一间5千, 如果100间呢,怎样呢? 这些就是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。 接着习近平还跨海口, 我会买多少多少东西的。 大家就开始计数了, 现在美国未打金融战, 大家看看, 从2018年到现在, 都是科技战、贸易战关税, 未打金融战的。 如果一打金融战, 再看你,如果马云上了市, 跟着又内部出现金融震荡的时候来讲, 你整个政权都不知道怎样去埋尾。 所以,出现了我刚才所讲的, 每一个动作, 大家都要一环扣一环, 全面去看, 你就会看到很多经济的危机, 它不是一定死的, 我经常讲中国的经济就是高成本、高浪费, 但是低效益,它不会死的, 因为它会转嫁成为全民承受。 所以,去到这个位, 大家就要继续关注了, 蚂蚁的事件,鱼波是怎样發展, 跟着又会不会引发到一些政治上的互相在那裡斗, 现在习近平为了稳定也好怎样, 它一定捏死的, 但是你一捏, 就连自己的经济生机都捏死了,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了。